平静的海面上突然亮起红光 陆飞三人刚从船舱里走出来 就因为吸入红色的气体晕了过去 在即将晕倒的最后一刻 陆飞利用这副橡胶身体 把航海图藏进了肚子里 他以为是海军追了过来 没想到竟然是海贼 等到三人醒来时 发现已经被关了起来 可就在他们想办法出去时 木箱却自己打开了 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马戏团表演场 而抓他们的不是别人 正是令整个东海文风丧胆的大海贼 悬赏1500万贝利的小丑巴基 他的梦想跟陆飞一样 也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所以他也需要那张航海图 如果不交出来 就会把三人大卸八块 纳美并不知道航海图已经被陆飞吞下 于是为了活命 他果断选择出卖队 他将陆飞的草帽丢到半空 趁所有人的注意力被吸引 立马逃出了马戏团 然而等他来到外面时 却看见整个村子几乎已经被摧毁 街上也看不到任何新人 看过动漫的人都知道 纳美所在的小镇也被一个海贼团团制 所以眼前的场景让他想起了自己小镇的遭遇 就在他愣神之际 又被巴基的几名小弟抓了回去 但他并没有感到害怕 更多的是愤怒 他怒斥巴基为何要摧毁这一切 而巴基却说自己已经相当仁慈了 因为在场的观众都是小镇上的居民 他只是将所有人绑在观众心里 强行让他们欣赏自己的艺术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海贼 巴基还是很有原则 一般不会伤害无辜的人 绝对称得上是海贼王的搞笑担当 跟陆飞一样是个老六 巴基似乎已经知道航海图就在陆飞的手中 于是他就把纳美和锁龙进行关押 准备单独审问陆飞 看到他能伸缩的能力和 审问的方式也是相当奇葩 直接把他的四肢绑起来 然后利用脚盘开始不断拉扯 可即使是这样 陆飞依旧不肯说出航海图的下落 甚至还觉得很好玩 因为他的伸缩极限远速止于此 直到巴基用镇上小孩的生命作为威胁 陆飞终于发怒了 陆飞一招橡胶手枪 直接让巴基的脑袋飞了出去 但他并没有死 因为他和陆飞一样 也是恶魔果实的能力者 四分五裂果实可以让他的身体随意横带 然后再合为一体 利用这个能力 巴基将右手分裂出来 悄无声息地来到陆飞身后 再次使用泥烟制服了他 而另一边的索龙和纳梅也不好 作为一名海贼猎人 索龙杀了不少海贼 因此也树立了不少仇家 巴基的二把手卡巴基的弟弟 就是死于索龙之手 为了给弟弟报仇 卡巴基要利用杂技轮盘好好折磨一下 然后再让他给弟弟陪葬 可他并不知道笼子里的难门正在开锁 扔出去的飞刀也不小心割断了手 就在他准备跟索龙做个两截时 纳梅已经从笼子里逃了出来 解决掉巴基的二把手 两人立刻拿上武器去寻找路飞 而此时的路飞已经被巴基关进了 满是海水的玻璃容器中 因为吃了恶魔果实 一旦接触到海水就会失去能力 并且还会感觉浑身无力 见路飞依旧不肯说出航海图的下方 巴基便叫人继续往里面不停灌输 而路飞的草帽也让他想起了 曾经的老熟人香克斯 原来巴基和香克斯早就认识了 曾经在同一个海贼团当过实习船员 但他却被香克斯出卖 因此他非常痛恨香克斯 随着海水越来越多 路飞也逐渐陷入昏迷 这个场景让他想到了再小的时候 差点被海王泪吃掉 幸好香克斯及时赶到将他救了下来